山南海北人节地零的云南是一块宝地 向来被中外人士称之为变幻莫测的秘境 以它的美丽 富饶 神奇 著称于世 让无数游人至此流连忘返 云南给人最深的印象 一直都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圣地 而旅游业也确实是云南的一大支柱产业 但现在的云南 已经不单单只以风花雪月的彩云之南 让大家熟知 如今的它 已然成为了经济旅游两手抓 稳步发展日渐崛起的大省 其发展的潜力 甚至于波及到了周边其他的国家 使得大家并驾齐驱 在云南的引领下共同进步 本期视频就细数一下云南的发展历程 跟大家聊一聊 曾经被多方诟病成经济落后 实力薄弱的它 如今以何种崭新的面貌及实力 来打破这些质疑的吧 欢迎来到地球记 我是阿聪 喜欢我的视频 辛苦点赞加关注 云南省地处我国的西南 边陲地区 总面积达到39.41万平方公里的它 有着全国最长的边境线 从国内来看 云南的东部 与贵州 广西向连 北部与四川为例 西北部又紧紧挨着西藏 从国外来看 云南的西边和缅甸接壤 南面则是老窝 越南 以前的云南 受到各方因素的制约 人民的生活水平落后 经济阻量低下 全省GDP总值 和人均GDP 在全国一直处于吊车尾的存在 发展前景一片黑暗 要谈起云南的发展历程 首先离不开的 就是它独特的地理条件 和地势地貌 云南虽被发现了 中国及亚洲最早的人类 元某元人 历史悠久 是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但纵观中国古代史也没进程 云南却一直处于 不温不火的状态 这个由河流 山脉 峡谷 割裂开来的地域 多高原 多山地 地势呈现出 西北高 东南低的走向 最高点是怒山山脉里的 梅里雪山主峰 卡瓦哥伯峰 海拔6740米 最低点 则是南西河与红河交汇的 中越结合处 海拔才不过76.4米 差异甚大 而绝大部分地区 均处于中海拔区域的云南 可供农业发展的土地不多 且互相之间的自然阻隔明显 故事 中国又没有媲美西方的 工业手工业 主要还得依赖农作物的种植 来维系经济发展 像云南这种 不适合投入大把精力发展农业的地域 自然得不到专权统治者的重视 加上崇山沟壑的不易管制 所以他在历史上 没有企及具备典型南北方特色省份的灿烂史诗 用平平无奇的低存在感形容他 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 云南基本属于亚热带 高原季风轻气候 年温差小 干湿季节分明 降水量丰富 加上全省河川纵横 湖泊众多 完全不缺乏水资源 种种有力的条件 让云南并不像别的高山军岭般人烟稀少 一直都不乏人类居住 截止到2019年末 云南省常住人口4858.3万人 比去年同比增长了28.8万人 云南也是中国民族最多的省份 包括汉族在内 共有26个民族聚集于此 少数民族人口数达1621.26万人 占全省人口总数的33.6% 既然有人居住 那发展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虽然云南不适合发展第一产业 但它那威鹅绵艳的山峰 孕育生命的雨林 川流不息的江河 以及静谧淫泥的湖泊 都是别处羡慕不来的珍贵资源 云南的动植物种类数为全国之冠 素有动植物王国的美誉 各种珍稀的动植物资源 皆于此地 加上各种令人嘖嘖称奇 叹为观止的奇观 与绚丽多姿的优美景致 让这里完全成为了一个 得天独厚的聚宝盆 改革开放以来 云南省政府及地方委员 将眼光放在了这些 极具优势的自然资源上 跟随国内发展的脚步 开始着重培养起旅游业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以前 云南给人的印象就是 薄弱的经济实力 落后的生产水平 以及穿插于群山峻林之间的村庄小屋 在地方政府高度重视 第三产业的发展后 云南旅游业 历经了从接待事业型 到一般产业型 再到支柱产业型的演变 与升级过程 实现了从物到有 从小到大的历史性飞跃 独特的地形地貌 及多样的物种资源 吸引了中外游客的大批涌入 而云南也依靠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 开始逐步增添第一第二产业比重 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稳固省内经济发展的步伐 2016至2019年 云南省的经济增速 每年都高于全国2.0个百分点 甚至更多 到2020年 云南省的生产总值 已经达到了 24521.9亿 在受到疫情冲击的这大半年里 能够继续保持 位列全国前列增速水平的4% 实属来之不易 无不彰显着云南 日渐崛起的发展趋势 去年 云南与周边的老挝 缅甸等几个国家 建立了11个双边地方合作机制 建成了7大类 18个开放合作功能区 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 等重点开放平台 围绕着一带一路建设 深化了云南与周边国家地区的 交流与合作 要在旅游合作推广创新赏 取得新突破 达造一个万亿级的旅游文化产业 其实早在2013年 中缅历经云南的油气管道 就促进了云南与缅甸的合作 及经济发展 带动了两地的运输建设 与工业化进程 如今 云南又完成了 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产业合作建设 无疑是将自身的发展优势 辐射到了周边的几个 比较落后的国家 带动大家一起发展 并驾齐续 展现了其无穷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 云南的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 地质现象种类繁多 使其成矿条件优越 多以有色金属及零矿著称 而云南也有着 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 据悉 云南已发现的矿产有143种 以探明储量的则有86种 不仅遍布广 利用价值还特别高 其中 千 新 锡 等25种矿产含量 分别居全国前三位 虽然说 云南的崛起 离不开旅游业的繁荣 但光靠单一产业的发展 并非可持续之路 凭借旅游业带来的经济优势 发展诸如 工业 制造业等 底子厚 基业深的支柱产业 才能把云南 这股子大自然赐予的优势 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事实证明 云南也在努力寻求 不同的发展出路 在众多有力方面的加持下 云南的崛起 已是必然趋势 作为全中国潜力最大的神分之一 未来的云南 肯定能在高质量跨越 时发展之路上 越走越远 并带动周边国家 共同繁荣 成为当之无愧的 中国大省 世界强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 记得点个关注 不仅可以接收最新的内容 还可以收看 网日的精彩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